上战时期大名鼎鼎的飞虎队 其实当中这是个美丽的误会 因为机头上面其实飞虎队并不是老虎而是鲨鱼 警铃大作通报日军又来乱 PC0紧急升空拦截 地面上中国百姓睁着无辜大眼 抬头精灵战机冲破云霄的身影 万事拜托了 飞虎队 1941年正是顿日抗战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飞虎队这支由美国战机美国飞行员组成的飘汉净旅 伴随国民政府从昆明一路打到缅甸 写下不少可歌可泣的壮烈故事 甚至被拍成电影 电影就叫Flying Tigers 因为中国百姓远远看到机头上那张血盆大口 和里头白森森的牙齿涂装 就像只张牙舞爪的飞天猛虎 甚至有报纸之间用飞老虎形容 飞虎队由此得名 但有牙的谁说只有老虎 阿画了一个鲨鱼牙齿 昆明人以为是老虎 说起一个名字叫飞虎 没说你没办 那张其实是鲨鱼嘴 最早出现在驻北非的P40战机上 据说吓唬敌机很有效果 但想不到鲨鱼从非洲飘洋过海来到中国 居然硬生生被当成老虎 虎好歹也是森林之王 算上霸主等级 会飞的老虎又刚好搭上中国成语里那句 飞虎天意 就像是祝福飞虎队 逢敌必客百战百胜 好兆头让队员们很乐意接受飞虎称号 连后来出自名家之首的对灰设计 也沿用这个美丽的误会 飞虎的对灰是 是我们中国人在请这个 Disney的这个画家画的设计的 是一个老虎带个翅膀通过一个V 想不到吧 队会上这只背上插着翅膀 动作像扑马的飞虎 居然和皮老鼠 藏老鸭有血缘关系 都是迪士尼出品 独特机身涂装和队会构想 让P40成为二战期间 辨识度最高的战绩之一 也平天飞虎队的传奇色彩 优优独特机身涵